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风格是我们身体或双手指法快慢产生的律动而已 一组风格的运动过程是10拍4秒啦 学风格等于是学舞蹈 用你的手指再跳舞 用跳的舞蹈去唱歌就是所谓的风格弹唱啦 今天的主题是16比 10分1秒的时间单位啦 这是更新的11n4秒10个动作啦 也是抒琴弹唱技巧之一 一种常在钢琴弹唱出现的律动啦 开始学习 先看看旁边了解清楚支持指法的改变与符号代表的意义啦 然后根据这边的图表先学习副手指舞蹈的动作 来准备一个C chord 试试看 这次五二一一二五的指法会变成了五二 然后右手一二五这样啦 OK 来我们来学习那个律动啦 准备好一二开始五一二一二一二 然后五二一二再来一次五一二一二一二五二一二 就是这样啦 学会动作之后就开始学习动作对准节拍点啦 好好的 来准备好一二一二一二 一二一二二一二二一二二四一二 就是这样啦 风鲜弹唱要学的不只是复道手指的动作而已 最重要是学习动作相对准确的节拍点 练习方法 1.先来Cquad5次FuQuad的练习 先数动作再数节拍 熟悉之主律动先 2.实际投入多种Quad使用 C Am F G C 这个组合 FuQuad的每个Quad就是一组的意思 来我们试试看 准备好CQuad 1.2.开始 1.2.3.4.E.A.Am 1.2.3.4.E.A.F Quad 1.2.3.4.E.A.G Quad 1.2.3.4.E.A.C Quad 1.2.3.4.E.A.C Quad 1.2.3.4.E.A.C Quad 就是这样了 然后就来学习 就是Half Point Half Point 来我们用F G这个组合试试看 OK准备好你的F Chord 1.2.开始 1.2.E.A.M. 3.4.E.A.M. 1.2.E.A.M. 3.4.E.A.M. 就是这样了 然后3 最后最重要的一个啦 Fu和Half混合的练习 来我们用这个组合试试看 C A minor F G Half的 然后C练习 来准备好 C Quad 1.2.开始 Fu的 1.2.3.4.E.A.M. A minor Fu的 1.2.3.4.E.A.M. F Chord Half的 1.2.E.A.M. 3.4.E.A.M. 最后C Quad Fu的 1.2.3.4.E.A.M. 就是这样啦 如果你觉得乱 或许是你弹得太快啦 弹慢点你才能吸收到的 这样的练习 是为了让你掌握好 直主律动啦 这堂课的技巧 都是根据 市场上有的歌曲设计的 直主风格相关的歌曲是 这首 周佳伦的 安静啦 你没看到 这次的歌谱 也只是比上一堂课 多了一点点的细节而已 OK 来 我来解释一下 这个歌谱怎么念 怎么用啦 风格弹唱困难的原因是 还是那句啦 你会在网络上找到很多 谱谱的 也看到很多人解释那些 上上下下的taten的 但最后容不进歌曲的原因是 因为歌谱没有节拍点 然后二 不清楚每个动作的意义 你不能随随便便 谈几次 上上下下就算了的 因为当你真的要唱歌的时候 就会忘记了自己要上还是要下了 真的要来弹唱的话 你就会无从下手了 有效的练习方法 舞蹈与动存在太多的数据与信息了 一般上我们是没有办法同时做到 弹加唱加摇多层次的操作的 所以第一步先练习Play Recording 边弹边数节拍 确定好你要的 1 2 3 4的动作是什么先 记得一定要开口数 因为口讲出来的 才能让你的大脑清楚知道 你要的动作是什么 你可以把节拍哼成旋律 增加那个练习的乐趣啦 然后第二步 Play With Style 当你的身体习惯了 拿出律动与节拍之后 把口哼的节拍变成文字 你就能做到这种多层次操作的风格弹唱了 1 成功了就去2啦 如果你的2失败了 就等于是你的1念的不够好啦 两个明确的过程与方向就能让你学会了 当然这些方法不是真实了有效的 我来示范小段 从靠定变成新音的过程啦 来我就选了这一段 准备好 1 2 开始 1 2 3 4 E N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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剩下钢琴陪我 弹了一天 睡着的大提琴 安静的久久的 3 4 E N 2 2 4 E N 3 4 E N 1 3 5 E N 2 4 E N 3 4 E N 4 5 E N 5 6 E N 5 6 E N 3 5 E N 6 6 E N 7 6 E N 当你做到了就等于你能风格伴奏 弹那个battern给别人唱啦 2.使用阶段 把你会跳的舞蹈 融入相关的歌曲里面 就等于你能风格弹唱啦 你弹唱的歌会有这种battern在里面的 3.本能阶段 当你完全熟悉这组律动之后 你就可以把这种律动融入不相关的歌曲里面啦 比如你拿这种慢歌的battern去唱快歌 把快歌的感觉变成慢歌 就等于是改篇歌曲啦 当你完成以上三点之后 才等于你完全掌握了这种风格啦 来我来示范一下 用这种慢的抒情的风格去改篇快歌给你们看看啦 来我就选了这首周家伦的《阳光灾难》 让我们趁着阳光 海上重浪 吸引他目光 不要怕露出胸膛 流一点汗 你成了心灯 你成了心灯 让我们趁着阳光 让我们趁着阳光 海上重浪 吸引他目光 不要怕露出胸膛 流一点汗 你成了心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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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己是不是真的会聊那组律动先啦 2 确定自己能把那组律动拿来唱相关的歌曲 目的是真的会用这种Battern啦 透过这些练习来掌握这种主流的风格 让你的钢琴弹唱不再单调啦 你用一个三到七天的时间做到 真的能用这个Battern来弹唱 然后就可以进入下堂课 Chapter 7 学真正的钢琴风格弹唱啦 今天就到这边为止啦 如果你觉得我的教学有帮助到你的话 帮个忙 订阅点赞加分享出去哦 感激不尽啦 我们下课再见啦 拜拜